對 請教社長 因為他明明想要跟人家當朋友 但是朋友就是 我跟你講的話 祕密 不要跟別人說 但他好像轉頭 會告訴不小心說出來 所以柯文哲最大的問題 剛剛韓濱已經點破了 就是說蔡董事長 蔡以民董事長到底跟你講什麼 要你講什麼 你趕快講 你到今天第五天都不講 那代表什麼 你就是在黑人 你在抹黑 你在造謠 你自己還推說 那天我跟蔡以民董事長 反了幾次的談話 說什麼 我忘掉了 他說什麼 我也不知道 我自己說什麼 也忘掉 各位觀眾朋友 你會相信嗎 一個號稱自己 智商157的人 智商157跟重要人物 談話的時候 約會的重要內容 談話內容 竟然說忘掉了 忘得一干二淨 這樣還叫智商157嗎 所以這就是典型的 在黑人 在抹黑 在造謠 在講到我覺得一個政治人物 非常重要的兩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杜亮 一件事情是品德 可是講杜亮 講品德 郭 柯 王 這三個人 王至少我們看他很少去黑人家 可是郭跟柯 郭很喜歡臭短 很喜歡吹牛 這個柯就成天就去黑人家 沒有證據的事情 一定要白布染成黑布 這樣子的沒有杜亮 沒有品德的人 跟韓國瑜比起來 實在是差太遠了 除了杜亮跟品德之外 我認為柯文哲最大的問題 是沒有中心思想 我舉兩個例子來證明 沒有中心思想 第一件事情 2015年 2017年 兩次參加這個雙城論壇 雙城論壇的時候 柯文哲講得非常漂亮 他說兩岸一家親 床頭草床尾河 講得非常的開心 可是台灣的民進黨的一些人 還有深綠的 台獨的人非常不開心 好 他說無所謂 可是到了2018年 距離九合一大選 不到半年的時間 他非常焦慮了 柯文哲非常焦慮 自己選情告急 這個時候他就跑到 綠色和平電台接受訪問 接受訪問的時候他說 我之所以會講兩岸一家親 我之所以會講什麼床頭草 床尾河 為了要大陸過關 我是不得已的 所以請抱歉 我要道歉 大家想想看 大陸是隨便可以 你可以呼嚨的嗎 大陸是那麼笨嗎 你欺騙他 你呼嚨他 人家不知道嗎 所以他的真面目露出來了 他的深綠台獨的面目露出來了 還有前幾天接受媒體 這個週刊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說郭台銘 我認為郭台銘 聽了這個是非常不爽的 他說他非常疑慮 他非常擔心 郭台銘有一個大的罩門 就是董建華2.0 董建華2.0是什麼意思 就是大陸的白手套 是台灣特首 大家想想看 他這一段訪談 柯文哲內心的思維是什麼 就是說凸顯了 他就是一個深綠的台獨分子 這個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還有就是說 其實海內外 包括兩岸三地所有的人 現在幾乎都看透了 柯文哲的本質 比如說大陸的著名學者 這個郭振元 郭振元他怎麼說 他說柯文哲就是一個隱性的台獨 他只不過把台獨隱藏得非常好而已 著名的台灣的名嘴 馬西平先生 他接受香港中平社訪問的時候 他也講得非常清楚 他說柯文哲是什麼 柯文哲就是另外一個李登輝 他比以前的李登輝還要厲害的 他的本質就是台獨 屏東有一個民眾 恆春有一個民眾 我覺得他講得更貼切 他說什麼是柯文哲 柯文哲就是檳榔 因為檳榔是森綠的 他裡面有白色的石灰 他可以變成白色 可是你一咬 咬了之後又變成紅色了 所以總結起來 柯文哲就是什麼 他可以忽藍忽綠忽紅 然後左右搖擺 所有的顏色他都可以變一次 然後又換個姿勢 他又可以變一次 就是說他完全就是沒有原則 沒有中心思想的一個投機分子 他會不會 Ana 他會不會太子 他就招了 他會不會太子 被做到 對